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最新歌手周深有两首新歌上线了,一是颐和园主题曲的国风数字音乐专辑《颐和风华》系列歌曲中十七孔桥的景点主题曲《情不由衷》,一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篇尾曲《幸福里》,两首用声音诉说故事的歌曲,《人是经过曲围桥游在》,《情不由衷》是一首关于颐和园的歌,也是一首美道极致的歌,这首歌词曲唱俱佳,用歌讲述的十七孔桥的故事,意境浓烈,歌词展现的画面应该是黄世中的爱情笛, 为了一段感情而进行的抗争,愿意舍弃很多东西,经历很多动荡,但可惜并非付出多有好结果,即使飞蛾扑火也不一定被传送,越听越让人觉得唏嘘,爱情在黄泉的富贵当中如此的渺小和卑微,歌曲和悲情,但是周深的演义也不完全是柔情迟髓,后半诀明显是有决然有坚定的,看有乐评介绍是从黄子角度切入的,也就难怪了,所以这首歌可以不完全的当作情歌来看,关于歌曲的曲调旋律和技术,看到有一段乐评是这样说的, 这首歌高音天高,第五的高位置强声频繁连接,F5的平衡混声,美声则是共鸣全开的上至了G5,其中借霞光灿灿,护许情中这句最难了,爆发情绪的一句,其中有四个第五的强声,情字达到了F5,对于男歌手务意是一个惊人的高度,所以评价者强烈推荐大家去听,并且确定一定不会失望,比较专业啊,小编不太懂, 至于周深的演唱呢,既婉约细腻又豪放大气,或明亮高昂,或温柔低缓的音色,幌似明暗的不断切换,极富画面感,开头空灵飘渺,嗓音温柔,似流营一劝,几个半音的转音好像是花瓣打着雪儿缓缓地落下,时晨曦里边初次相逢,心底诧异,却将目光投注在了17孔桥的珠红栏杆 和两岸风光,又默然掩饰故事开始的怦然心动,越是怦然心动,健强的处理方式倒出了少年一眼钟情,心绪涌动 纵后是嘲讽歌声拔高,把少年的满腔孤勇和执着刻画的淋漓尽致,爱到孤勇又突然弱了下来,似乎是受伤之后独自的抚慰 那条长桥有17孔却判不到相拥,一句音调高低曲折承载了岁月里的殷勤年缺飞欢离合,承载了最终逃不过曲终人散的遗憾 银昌闲街,婉转悠扬,歌声流转中是17孔桥的时光转换 春日暖阳,夏里清风,秋时明月,冬碎白雪,是四时变幻,是悲欢离合,是光阴年长 一腔深情来回转换,恢红大气,荡气回肠 第二段的重要部分,歌声中多了一丝爆汗和追悔 好像是遗憾于风雨声中花瓣凌落在17孔桥下昆明湖的浩渺湖面 随波驻流,终随烟波淹没 进入到全曲的第二次高潮,最后后世嘲讽是想要挣脱束缚的呐喊 爱到孤勇,最后只剩下了无法打破成规的无奈 这次的那条长桥有17孔却拍不到相拥 更像是对于美好前程往事的留恋和回首 对于一切都无法挽回的自责与痛苦 情绪层层层堆叠到了最后的结尾 那条长桥有17孔,结局又谁传颂 回忆的幸福,出狱的甜蜜,孤独的苍凉,圆尽的苦涩 似乎都融入在了空灵飘渺的歌声当中 一座桥,绿经风雨,曼月世情 漫长岁月之后回眸今年 似乎整个故事又穿越漫长的时光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人世接过去,围桥游在 周深用自己的声音速说着一个跨越千年的故事 万家灯火里,人间百味 人世和世间有他的风景,走走停停,慢下来会发现 幸福里的歌词朴实无华,温良如开水,却又不失绚丽 歌词主体是我和你 以一种镜头记录的方式借着对主人公生活的展现 书写平凡人的生活故事 呈现时间流逝和世事无常平淡生活中带来的宁静与喜悦 歌曲的旋律没有格外的跳脱抓耳的地方 整体不来不兴,很如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 幸福是百卡到红墙的距离 幸福是这时的我,那时的你 清风般平淡,轻轻的走来,轻轻的去 让奔放迅滑的齿轮慢慢的在内心静止下来 据说歌词的跨度是从E5升到了C5 后续虽然偶有泛起淋漪 但是整体依然是很安静的 就像是深入到每个日子的平淡和生活的细节 不必大喜大悲,不必惊差万分 田径,从容,真诚,善待每一个人 每件事是自由心境的一种行影 值得静静聆听 对于周深的演唱看到这样的一段评价说 这首编配与人生安排都是很清晰的 按照时间进行的顺序 前奏,民谣,吉他与中高音键盘 带出的是最干净,最无瑕,最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时光 周深的三组第一在近期是极其明显提高的 一开口就像是用一种凶声的贴心的音色 让听者暖起来 接下来就是他惯用的气声温温柔柔的讲述的故事 他把时间唱得仿佛是叠着厚厚的一层磨砂贴的玻璃 观望出去欲朦胧也美丽 即使是任谁都避免不了有过打滚痛哭的遥远少年时代 也总能够想方设法的从周拾起几个甜蜜的糖 生活真的很难解释清楚 青云年的时候追求随心所欲 所以总想要打破常规 老了更愿意按部就班 所以看不惯车水马龙物欲横流 男人总是出自大野 所以对生活的感受总是轮廓 有人太细致入微 所以着眼的总是细节等等 等到能够平平淡淡地面对生活的一切 能够坦诚地面对人情冷暖 世事离合 能有理智清晰的目光 看待这个世界 自然能够领回到生活即平淡 平淡即快乐 快乐即享受 自然又超凡 起舞弄轻影 和似在人间 周深的声音一贯是干净清澈 空灵优美 丽波教授曾经说过 它是天上的鲜音 黄书俊也曾经评价 他的演唱似烟花般的绚烂 听出声唱歌会有很多人 有起舞弄轻影的冲动 但是也因为他的天上鲜音 小辈总感觉他的声音当中 带有一丝的起舞弄轻影的清冷 和一世人独立的估计 这只是在雪花落下 这样的小甜歌当中 好在他的天上鲜音中 归是为了心下事 为了流亡行云 所以他在努力 努力让自己的演唱 在感情浓烈跌宕起伏当中 有一种包露万象的温暖 和人生百味的疗愈 用歌声细腻而真挚的 娓娓道来着 诉说着宇宙人间 古往今来万界洪荒的故事 让满座迷魂久半熏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会感觉到 他是个孤独 遥遥温柔的神体 他眼里的万物 有灵山和沉寂 圣洁而悲悯 也许是因为他的心灵 所以已经郁京的风雨 晦暗的淬炼 但是他的生活确实还缺少了 月上柳超头人约黄风后 相见生如不见 有情何似无情 衣带静宽终不悔 为衣消的人憔悴的甜蜜 和忧伤爱恨与喜悲 另外呢 近日这将为是 有着一场时的 一看的秋季圣典 圣典当中 周深和腾格尔老师 互唱了代表作 之后呢 将是由两首歌曲 和在一起进行合唱 由于两个人的唱相辨识度极高 使得这样一场合作 基本和原版区分开来了 这首歌曲的名字 叫做《大鱼的天堂》 不谈超越或者是不如吧 用不一样这个词 或许更适合一些 腾格尔演唱的是 周深的一首《大鱼》 我发现啊 让腾格尔的嗓音 去唱一些正常流行歌曲 在主歌部分 的确会产生一些喜剧效果 尤其是腾格尔独特的 断曲习惯和原版 最大的不同是 腾格尔在咬字符的时候呢 会刻意地将每个字的 音质都没有唱够 原版呢 是延续的状态 那么腾格尔的版本 就是断曲的状态 不仅如此 原版是柔美的 而腾格尔老师 演唱呢 则是刚毅的 个人认为 这样的翻唱 才算是比较有意思的翻唱 翻唱不一定要超越 或者是一定要遵循原版 但是至少呢 得有着自己的专属的东西 能够让人在听歌的时候 就感觉 哎 这似乎就是腾格尔的一首歌曲 腾格尔的版本 基本没有原版的痕迹了 毕竟两位歌手 虽然演唱的技巧都不错 但是方向却是不同的 再说周深演唱的《天堂》吧 我觉得这首歌曲 就挺适合周深的 在编曲改动了的情况下呢 这首歌整体的偏柔美 并不会让人产生到违和感 周深在演唱过程中 让人使用最多的技巧呢 就是放大缩小再放大 这样的翻唱 其实已经算是一首 与原版不同的翻唱了 虽然旋律基本遵循了原版 但是却完全是两种感觉 之后的合唱部分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前面有说 腾格尔和周深的声音 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在合唱的时候 一高一低 各自负责的东西是不同的 最后的合唱 则是将两首歌曲 直接串起来合唱 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比较令人意外的 正常情况下 也不会有人想到 原来这两首歌串起来 也并不会有多少的违和感 这样的一场表演 与一场直播演出来说 是非常合适的 周深能够被这么多的演出邀请 自然是有原因的 一个现场和CD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的歌手 自身的每一次现场 都受到极大的关注 同样的 这样的歌手 也能够为演出带来更多的流量 还记得上一次周深 和赛琳敏合作的一首 左手指约 引来了热议 有说好的 也有说不好的 对于一次现场演出 去讨论应说 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周深和赛琳敏所希望的 也只是呈现一个现场 让大家开心而已 这次的大鱼的天堂 或许就不会再有人说 周深是为了飙高音 而去飙高音了 很多时候对于周深而言 其实超高音了 只是正常发挥而已了 而非刻意而非 更何况呢 有记不选是没有必要的嘛 也期待以后的周深 能够带来更多 更好听的现场 吃光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先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